前大伯告诉余警官 钱的总数肯定没错 少的那三千块钱 一定是柜台的工作人员拿走了 前大伯说 柜台的监控他也看了好几遍了 在监控中他就发现了问题 余警官看了几遍监控 发现应该是监控的深化不同步 导致前大伯产生了误会 经过询问 前大伯告诉余警官 其中八万块钱 是从另外一家银行取出来的 都是捆好的 另外两万是散的 在台湾中的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是其中有三千块钱是一个红包凑进去的 而且还是他儿子给他的 凭我的经验 因为年纪大的人 有时候 可能就是说 左手拿的东西 右手再 找了也有可能 为了弄清楚这三千块钱的去向 余警官陪着前大伯回了家 前大伯一个人住 近期也没有外人来过 余警官让前大伯打开了放红包的抽屉 前大伯的儿子是外科医生 电话没接 可能在做手术 余警官留下了自己的电话 当天晚上八点多 他接到了前大伯的电话 第二天 余警官又接到前大伯的电话 说他在医院 希望余警官能代替他 去跟银行的工作人员道个歉 余警官又去了一趟银行 带前大伯向工作人员道了歉 余警官告诉记者 1989年他成为了一名社区民警 2017年又转变成了调解民警 他说无论是办案还是调解 一定要让人信服 如今余玉军也有了自己的调解工作室 只要有人需要调解 不管他是从哪里来的 他都接受 去年的话应该来说我们在这里有记载的 350多起 应该来说成文的就是298 我们的调解成功率基本上是能够达到98%以上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